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讲广说等位见言的时候 广说等位见言的时候 前面我们已经分了十二种心 然后又分了八种阶段 在八个时候 由十二种心是如何方式来产生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十二种心里面的前面的十种心 也就是说是一界的四心和色界无色界的各三心 这样十种心作为等位见言生多少心 其他的心作等位见言 生起十种心的时候有哪些心 这个问题昨天前面已经分析了 今天也就是说有学道和无学道的无路心 有学道无路心作为等位见言 然后后面产生多少个心 然而其他的心作为等位见言 就是生有学道和无学道的无路心 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产生 所以今天就讲这个问题 下面颂词里面就这样讲的 有学道者心 有学道者心四心神 彼中产生五种心 无学道无心中产生 彼中产生四种心 他这里有学道的心四个心里面可以产生的 然后有学道的心作为等位见言 他可以产生五种心 然后无学道通过五种心里面可以产生的 然后无学道的心作为等位见言 他可以产生四种心 在颂词里面的意思 就是讲有学道和无学道之间 他的心作为等位见言的原因讲的 下面说 有学道心有四种心产生 即使入定是三界的三种加心三 他这里入定的时候 就是三种 因为无学道 他的心 有学道大家都知道 从预留过到依赖过不来过 全部是有学道 那么有学道的无路的这些心 舍戒当中也有 无舍戒当中也有 欲戒当中也有 他们在入定的时候 入定的时候 先前有学道的心 比如说欲戒身份的众生 他入定以后 先前预留过 或者依赖过不来过 这样的话 依靠欲戒的这种加心三 然后色戒也是同样的 无色戒也是同样的 这样一来的话 有学道的心 三界的三种加心的三 就是可以产生的 然后相续的时候 有学道他自己本身作为因 有学道的心作为因 然后他产生第二刹那的有学道的心 这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他这里同地是没有的 因为同地的心 全部是包括在三界的 也就是说是包括在三界当中 他比如说有余界的心 就是产生余界的心的话 那么他后面的心 如果是属于有学道的无路心的话 他不属于三界的 我们前面也讲了 无路不属于三界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有学道的心 可以产生他自己本身 然后其他的出化心 入化心 等等 依靠这些心 不能先前有学道的心 因此在整个三界的心当中 只有四个心 只有四个心 才可以先前有学道的心 这是有学道讲 然后从反过来讲 下面就是 鼻中产生五种心 有学道的心 作为动物千元 它可以产生五种心 怎么可以产生五种心呢 有学道心中产生五种心 即触定是欲界的二三心 就是他触定的时候 就是因为触定的时候 比如说有学道的 无来过 依赖过 他在触定的时候 他可以先前欲界的这种 俱生三也可以 夹心三也可以 就是先前的 但是这个俱生三和夹心三 就是分为一个三心吧 就是他没有这个分的 然后在上面加上 上二阶 上两阶的夹心三 这样的话是 五色阶和色阶的夹心三 就是在触定的时候 也可以显现 然后相续的时候 就是有学道的心 作为因 然后他先前 第二刹那的有学道的心 就是他自己本身 入定的时候 有学道金刚定 莫及无间生起 无学灭境之 就是他在入定的时候 就是最后 无来过的 就是最后入金刚定 入金刚定的时候 就是他在入这种定以后 就是在后面 就是等无间院 也就是说这个 做等无间院 马上就生起 无学道的灭境之 无学的阿罗汉的 真正的心 就是可以生起来 这样的话 有学道 就是作为有学道的心 作为因 然后它可以产生 这个五种 就是五种这个心 就是这个心当中的话 就是也包括这个 无路的这种 无学道的这个心 都是可以作为它的因 因此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成亲保诸论》当中 也以前引用过 就是这个 有时中呢 就是认为这个 比如说佛陀的这种智慧 就是应该是依靠 这个因缘而产生的 就是因和缘而产生的 佛陀的这个 无二指 也就是说灭境之 灭境之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最后阿罗汉也好 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也好 它呢就是实际上是 这个如金刚钉的末位 就是可以产生的 因此他们这个 有部宗为什么是认为就是 就是他在这个 这个银和缘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这个 这个依靠银和缘呢 就是可以先前这个 这个无为法就是 他灭境之呢 本来都是他是这个 决策灭就是 是一种无为法 但是他呢 通过这个游学道和 这个其他的这个因缘呢 就是可以先前 就是可以先前 因此这个跟大乘的 这个说法呢 有点不同 就是大乘呢 就是他并不是 真正的这个因和果 就是大乘呢 就是能前所前 就是大圆满心心修习 当中也讲了 就是大乘呢 就是把这个外面的 障碍遣除以后呢 就是把这个自然本质 也就是说是 佛的这个如所有之 和今所有之 自然显现也 并不成为是这个因和果 但是小乘呢 认为这个佛陀的这种 佛陀的无二智慧也好 阿罗汉的无二智慧 智慧也好 他的这个前面的因是什么呢 他的前面的因呢 就是游穴岛的这个智慧 就是游穴岛的这个智慧呢 作为因就 然后呢 就是先前那个 呃 无露的这种这个智慧 就是无露的这种 也就是说 无穴岛的无露的智慧 就是他这里也是 作为这个当无奸言吧 就是游穴岛的金刚钉呢 就是作为这个当无奸言 按照有部众认为的话呢 就是这个金刚钉 也是属于在这个游穴岛当中 就做前天法王如意宝也讲了 就是先各教派当中呢 就是如金刚钉呢 就是有些人认为是 他是这个所谓有穴岛的 有些人认为是他是所谓无穴岛的 但是在一般来说 按照这个居士论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如金刚钉呢 应该是这个所谓是有穴岛 就是他在这个游穴岛的这个金刚钉呢 就是能摧毁这个游穴岛的 所有的这些烦恼 这个细微的这些烦恼 当然小城呢 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名词 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只有烦恼症和非无明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非无明和这个烦恼 就是非烦恼的这个无明吧 就是这样的无明 那么这样的这个无明呢 就是由如金刚钉来摧毁 就是最后呢 就是先前这个无穴岛秘境持 这是那个将这个游穴岛 就是作为这个动物监缘和 其他作为动物监缘产生 那么这个游穴岛的这个心呢 就已经讲了 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无穴岛心与无心神 就是那么这个无穴岛阿罗汉的这个心 阿罗汉的这种智慧呢 就是通过无中心可以产生 即入定是三戒的加行三 就是这个一样的 就是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不管是色戒 无色戒 欲戒也好 就是这个众生入了定以后呢 在他的这个身份上呢 就是可以先前这个阿罗汉过位 因此呢就是在这个无色戒呢 就是也有这个先前阿罗汉过位 就是先获得阿罗汉过位的色戒肯定有的 余戒呢就是肯定有的 那么这三戒都是有通过入定 那么先前这个阿罗汉过位 也是没有入定的话呢 就是不能的 就是他在入定过程当中 就是才会这个先前的 然而游穴岛金刚钉心 就是他呢 游穴岛的这个金刚钉呢 就是刚才前面也讲了 就是作为因 就是也先前这个无穴岛的心 还有相续是呢 就是无穴岛就是他自己 比如说第一刹那间 已经获得了这个无穴岛的无路智慧 然后第二刹那间呢 就是继续这个产生 这个无穴岛的这个智慧 就无穴岛的这种心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通过这个无中心 就是产生这个无穴岛的这个无路心 然后这个无穴岛的无路心当中呢 就是可以产生四种心 就是无穴岛心中产生四心 即出顶是三界中的予界的二三心 就是在这个出顶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一个阿罗汉呢 就是他在这个出顶的时候呢 三界当中的这个 三界当中呢 就是予界的这个 加星山和聚神山上面 就是可以这个现前 就是他在这个出顶的时候呢 就是聚神山和那个 可以这个出现 然后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时候 加星山呢 就是可以这个出现 就是在这个他在出顶的时候 就是入顶的时候 肯定不行的 但这个出顶的时候呢 就是这两种三心呢 就是也可以引发 然后这个相续时候 无穴岛他自己呢 就是继续这个产生 无穴岛他自己的这个心本身 就是也可以产生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无穴岛的心呢 就是作为因 然后他可以出现这个 就是四种心 就是出现这个四种心 所以他这里呢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现广传论当中 心和智慧方面也分的 密宗当中呢 就是心和智慧方面呢 也是分的比较多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无穴岛的智慧 无穴岛的心 就是实际上是 也是应该这个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里面的这个心呢 是无禄的心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名词上呢 就是有时候这个 密宗当中 也是是这样的 这个心和智慧呢 就是当然这个 一般来说智慧的话呢 就是是无禄清净的 这个用法 但是凡夫人的 也可以叫这个智慧 因此在名词呢 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氛围呢 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用法 就是我们也不能认为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心呢 就是全部是不清净的话呢 也不一定的 比如说这个大圆满的这个菩提心 菩提心的话呢 就是有两种这个解释方法 我们大乘当中呢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呢 就是叫做是菩提心 然后 讲那个 就是讲这个 比如说十相宝藏论啊 或者是容颂般智达的 这个摄大乘论 就是如大乘论 如大乘论的时候呢 就是菩提心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呢 就是真正是这个 人是这个 人是这个本性 就是人是本性 时候呢 就是出现一种这个智慧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叫做这个菩提心 因此我们如果以后 这个学习这个七宝藏吧 就是七宝藏的这个法界宝藏论啊 法界宝藏论啊 或者是那个 就十相宝藏论啊 或者呢 就是这个学习 这个容颂般智达的 这些这个密法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这个出现这个菩提心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心呢 就实际上是并不是我们这个 具有能去所去的这个反复的心 就是应该呢 就是是具有这个 就是远离二边的 远离二边的这种这个觉心 就是在密宗当中也叫觉心 因此在小乘当中也是 有时候这个有学道的心 无学道的心呢 实际上是指的是这个无路的智慧 就这些概念呢 虽然是有些这个这个名词 但是有些我们名词上面没有动到的话呢 就是先依靠文字 就是了知这个名 就是然后这个依靠名呢 就是了知这个句子 就这个还是这个至关重要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心也是这个无学道的心呢 就是实际上是阿罗汉的这个心 就是阿罗汉的心也是按照这个小乘自宗 也是认为是应该是这个远离二去的这种 远离二去的这种心吧 就是远离自宗认为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上宗派呢 就是认为他们的这个心 就是究不究竟就是有几种这个说法 至于上啊 就是十二心的当务见缘 就是一宣说完毙 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分析二十种心 就是分析这个二十种心 本来这个上面有十二种心吧 实际上呢就是你十二种心呢 就是如果再详细分的话呢 就是可以有这个二十二十种这个心 十二心也分为二十 就是十二心呢就是可以分为这个二十心 神与三界分二心 举神加行至三心 就是那么我们这个 就前面不是讲这个三界的 这个所有的有漏无漏的心呢 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十二种心当中 那么现在呢就是转生造这个三界的 原来不是这个三界当中有这个三心吧 就是三心就是 那么这个三心呢就是可以分的 分什么呢 就是生于三界的时候呢 这个三心呢就是分那个加行三和那个举神三 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有一个这个三嘛 原来这个三呢就是分为两个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在上面可以加三种心 就是原来的十二种心上面呢 就是生于三界的两种心 就是三种心就加上的话呢 就是总共就是十五种心 就是十五种心 然后呢就是在余界当中就是有四种心 就是余界当中这个余界当中这个余佛无极法呢 就是有四种心 就是那四种心呢 他这里说这个 虚异俗生为一心 就是虚异俗生和这个为一心 还有这个功效性和化性 就是功效性 幻性 化性也可以 就化性一般通用吧 就是唐僧也是经常用这个化性 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我们那个就是余界当中呢 就是只有一个这个无福无极法 现在这个无福无极法呢 就是从那个十二种心当中就是拿出来 然后呢就是再这个就是加上的话呢 就是原来那个这个这样的话 他本身就是不算吧 本身原来也是这个有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共这个十八种心啊 就是十八种心 这个算法肯定你们也懂吧 就是他那个比如说无福无极心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就是他原来就是算这个一个吧 就是现在这个就不算了 就是必须要拿出来 然后呢就是再加上那个四个 就是再加上这个四个的话呢 就是已经这个十八种心了 就是然后这个色界的色界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个这个出功效性 就是功效性呢就是他这里这个初开的 因为那个色界当中呢 就是一般是就是像我们这个世间一样的 就是像功效学的这种心呢 就是是没有的 就是功效学的心是没有的 就是色界的这个所有的无量宫殿呢 所有的这些衣服啊 就是自然安称的 就是不用这个 这个我今天是打一个袈裟 就是然后我今天就是做个什么什么衣服啊 就这种现象也是是没有的 然后今天呢就是造一个木匠 今天呢就是造那个施工 就是然后跟木匠这个大家吵架的现象 也是在色界当中是没有的 就是所以呢 色界当中就是自己要这个像修一间房子的话呢 就是一座椅的话呢 就是马上这个石头墙呢 就是就起起来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门啊 什么这个窗户啊 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也不需要就是到处去这个 然后办数据啊 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麻烦 就是所以呢 就是一般这些那个大贡的人呢 就是几乎在色界当中是没有 大贡的人没有的话呢 就是骗人的现象也没有 没有骗人的现象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说 与他那个操架呢 也没有的 大家更不用说了 然后下面呢 就是说那个 就是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 就是上书十二行也可以分为二十种行 就是分为二十行 那么是如何分的呢 三界当中可以一千转生到何处 与居生来的居生山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三界当中 不管是这个欲界还是色界 然后当你转生到那里的时候 你的这个居生山 居生山呢 居生山行的话呢 就是到了那个中阴的 中阴的时候呢 会这个出现的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本来具有的这种三根吧 就是具有的这种这个三根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从一个欲界的众生呢 转生到色界 转生到色界的时候 当他到了这个中阴的时候呢 他那个色界的这个居生山呢 就是会这个出现的 就是居生山呢 就是会出现的 他这里意思也就是说 就是刚才就是讲了 就是他那个 就来到了这个何处吧 就是你转生到这个何处的时候呢 就是当他那个 应该我们这个下面可能还在讲 那个他这个居生山呢 就是这个出现的 然后关在这个 关在先前得损本体的加行山 就是然后你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色界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这种三根和这个 加行山呢 就是也会出现的 就是将这一界当中的这个加行山呢 就是会这个出现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三界各有两种 这样一来 而是就是刚才这个十二这个心呢 就是加上这个前面这个三心呢 就是不是分了这个三个吧 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中共有这个十五种心了 就是就是就有这个十五种心 若想只有这十五种心吗 不是还有这个不灌呆 是否轻作的 有一属因自然而生的心 也就是说 如十句任何一则 均可 它是这个所缘是六经 就是然后就是再加上这个 那么这个是不是这十五心呢 就是不了这个十五心 哪些这个 还有哪些呢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作为语解 它这里呢就是讲义里面不是很明显吧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欲解的众生 就是作为这个欲解的众生而言的话呢 就是在上面可以加上什么呢 就是加上这个五乎无极的这个四个心 就是五乎无极的四个心的话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心呢 就是应该这个拿出来 不然的话呢 就是这个分极就是不行的 就是因此这个呢 就是加上这个五乎无极心 五乎无极心里面有一个叫做是一属心 一属生的心 一属生的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前世呢 自己有这个 不管是自己的做善业 或者是做恶业 就是以前的这种这个 一属的这种过报呢 就是现在产生的一种这个性格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还是这个性格非常好 有些人呢就是性格不好 就是但是他这个呢 就是并不是如今 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呢 就是去故意这个制造的 就是他有性格 有他的这种特点 就是这叫做是一属生的心 就是因此呢 这个一属生的心 如果我们分的话呢 当然是这个有鹿举 就是鹿举举当中的哪一个 也是可以属于在这个 一属生的这个心当中 就是严是也好 二是必是也好 一是也好 就这些的 实际上是这些的来源呢 就是愿这个外境的这个 这个世上相为处 依靠这个六界而产生的 就是所以这个呢 就是叫做是路十句的这个心 就是这叫做是一属性的心 这是一个就是 这个呢就是无福无极心呢 就是就是分为这个四个吧 就是分为四个 然后同样的 就是愿外境者作点等 与自己的肢体者相为处 与唯一的唯一心 就是还有这个唯一心 就是再加上这个唯一的心 那么这个唯一的心呢 就指的是这个 愿外境的这个什么 这个作点啊 房屋啊 就是自己的这个 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是 哎我这个是我的作点 这个是我的房屋 这个是我的什么什么 就是这些这个想法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唯一心 就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 就是这是我的这个身体啊 依靠这个自己的身体 自己就是获得一些这个 这个处觉啊 胃啊就当当 就是这些这个数据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唯一心 就是唯一心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 心主作的这个一些这个 就也不是三心 也不是恶心 凡是有时候呢 我们很多人都可能在这个 唯一的这个心的状态当中吧 就是大家呢 就是心里面也生不起什么 这个好心 也生不起什么这个嗔恨心 凡是你喝着茶 就是一直这样做着的话呢 就是迷迷糊糊当中 就是一下午都可以这个过下去了 就是那么这就要叫做是这个唯一心 就是唯一心 这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唯一心 就是唯一心呢 就是也是无乎无极 这个心当中是这一的 然后原色等对境的供巧心呢 就是原这个色等这个对境的这个供巧心 就是他有这个四种 包括原就是他是原色等供巧心 就是这是那个色相位处 就是他有四种吧 就是这个原色等这个对境的供巧心呢 就是他有这个四种 就是原这个相啊 原位啊 原处啊 就是凡是那个对这个相位处的这个供巧的这个心呢 就是都可以这样分的 还有呢就是包括这个原色 就是原神学的供巧二分的心 就是刚才那个一般来说是这个相位处吧 就是然后就是如果有这个相 呃呃呃呃呃呃 confession的话 就是神 呃呃就这样的话 啊啊这个是那个 就是叫做供巧心 就是供巧心的话呢 就是一般就是 hacer一个 lee的这个相位处的就是 而就是呃呃 τους eh 就是 FOD 是 extract一个相位处的 这个功效性就是应该是这个有的 还有呢就是愿为啊 就是荡荡就是我们这个所作很多呢 就是有些是这个为 这个为了这个色法 就是这个美观啊 就是荡荡就是有些呢 就是为了这个味道就是很好 有些呢就是凡是这个世间的 这个功效性当中都是这个 为了就是外面的这个无尽就是 如果有身影的话呢 就是包括无尽吧 就是包括无尽的这种功效性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功效性 就是然后愿色等对境者化性 就是化性就是幻化性 就是幻化性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愿这个色啊 香啊味啊草啊等等 就是这些呢也出现这个幻化性 就是在我们这个语解的时候呢 就是依靠这个色解的这种这个心来 就是这个显示这个神变 就是幻化各种各样的 这个香味草的这个一些这个作用啊 就是或者是自己呢 就是相用这个香味草等等 就是所以呢 这叫做这个化性 就是其实这个化性的本性 也不是善也不是恶 就是它也是一种无极的状态 因此呢作为这个愿解的这个心态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无福无极法呢 就是可以分这四种 就分这四种 因此我们这个前面呢 有些时候是居士论是这样的 这个前面不太这个清楚的呢 就是后面就是就开始讲出来了 有些呢就是后面不太清楚的呢 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 就是只要这个前前后后全部好好看的话呢 可能里面的很多名词啊 比如说我们前面呢 就是什么叫做有福无极心呢 就是也根本不懂就是就有点这个到底什么 然后就是学了学了 就最后呢就是知道是 哦这个上面的烦恼呢 全部叫做是有福无极心 然后这个愿解当中呢 就是只有两种这个有福无极心 然后前面我们刚遇到无福无极心的时候呢 到底是无福无极心是什么啊 就是 那么现在就是这些的话呢 无福无极心呢 哦知道就是吃吃喝喝的话呢 实际上是并不是对解脱很有这个障碍 所以叫做是无福 为什么是无极呢 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就是 那么这个分的话呢 有多少呢 就是有这个四种 华心啊 耶稣神啊 还有那个啊 就是现在这里面讲的这个 这个公较心和那个啊 这个是不是 现在的我就想不起来 然后那个就是这四种吧 就是唯一心啊 就是加上唯一心 就是所以那个这四种心叫做是 无福无极心 就是无福无极心 因此呢 就是刚才那个原来是这个 十二心分的时候呢 就是无福无极心是只有一个心态 就是没有这个相继分 现在就是在这里就是分二十种心的时候呢 就是无福无极心也是这个分的 因此这些呢 大家还是尽量的这个能懂的吧 比如说你的这个考试听里面呢 就是有个什么是这个 二十种这个 十二种心是哪些 然后再分这个二十心的话呢 就是是哪些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懂得内容的时候呢 就是原来这个三界的心和五路的 这个两种心就是加上呢 然后我这个三心呢 就是分这个加心和这个 这个举身 就是这个也是从这个三界当中分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无福无极心 欲界的这个无福无极心呢 就是可以分这个四种 然后这个四界的话呢 就是公效性是没有的 就是其他的这个三种无福无极心呢 还是在这个色界的时候也是有的 就是公效性没有的话呢 其他的这个四种三种心呢 就是都有的 这样的话他这里呢 就是如是欲界中的无福无极心 可分为四种 如此便有十八种心 就是刚才这个十五种吧 就是十五种上面的话呢 就是原来那个无福无极心 就是开始这个拿出来 然后分的话呢 就是就已经这个 原来的这个无福无极心呢 就拿出来的时候都是 它已经十四种了 就是然后在上面就是加上那个 就是四种这个无福无极心的话呢 就是已经这个十八种了 就是这个分法你们也肯定懂吧 那么就是只有这个 这十八种心吗 那么是不是只有这十八种心呢 不是色界这个除了公确心以外 其他的三种无福无极心 之所以呢 就是无有这个公效性 是由于色界的诸所 以及这个字句呢 就是都严理清作的 就是他不用这个 我们这个师父的一些这个清作呢 也是是不用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前面的我们这种这个三性 三性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讲那个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分呢 就是有些这个聚生三呢 就是在死的时候呢 为什么是聚生三和这个加星三 这样分呢 一般那个死的时候呢 就是只有在这个聚生三方面就是死的 如果这个四性三性的话呢 就是聚生三方面这个上面就是死的 然后这个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聚生三上面就是不能入定的 就是应该是这个加星三方面 就是加星三上面这个入定了 也有这种这个情况 还有呢就是在死的时候 四中唯一当中 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异素生 异素生上面呢 就是可以这个死的就是唯一性 那么其他的这个化性上死啊 就是这个化性这个上啊 然后这个公效性上这个死亡啊 就是这种也是是不可能这个实现的 因此你的这个死性啊 有时候这个身性啊 这些方面都不同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就是分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而且他那个有些呢就是这个幻化性呢 就是存在的 有些呢就是这个无福无极法呢 就是不存在 比如说我们这个四种这个无福无极性的话呢 就是有些地方呢 就是这三种的这个存在 四种的存在 有些呢就是在这个四种里面 就是只有一种这个存在 就是就像这个异素性的这个死呢 就是在死的时候 只要无福无极性的时候呢 只有异素生上面就是死的 并不是用那个其他的公效性啊 化性啊 这些方面也是不能这个死的 因此为什么这样分呢 就是原因是这样的 无色戒 无色戒呢就是只有这个 一殊生一个无福无极性 就是因此这个其他的这个性呢 没有的就是 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没有分 在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刚才那个 这个十八种性上面呢 就是把这个原来的那个色戒的 无福无极性呢 就是开始这个拿出来 然后就是把它分为三个 再加上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二十种了 就是二十种 这个分发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大家算的时候 是应该这个清楚吧 就是这个都是 下面这个观察 十二十心当中 何者得心得 就是下面这个 我们这个也讲一些得损吧 就是讲一些这个得损 那么十二种性 下面呢就是二十心当中没有分 就是下面这个十二种性当中呢 就是哪些性是这个信得的 就是他的这个得损呢 就是出现的 哪些性是信得呢 就讲这个问题 三界烦恼心之心呢 流心流心呢 二心得就是 他说这个 我们这个欲界色界 无色界的这个烦恼心吧 就是烦恼心 所有的这些烦恼心 就是得到的时候呢 就是色界和欲界的时候呢 就是流心流心得到的 比如说欲界的一个烦恼 现前的时候呢 就实际上是通过通过这个 这个时候呢 就是六种性 就是重新获得的 然后色界的一个烦恼心 现前的时候呢 色界的烦恼心 就是这个有福无极心嘛 有福无极心 现前的时候呢 就是六种性呢 就是重新获得的 无色界的这个烦恼心 这个现前的时候呢 就是两种性就是获得的 就是他这里这个 三界烦恼心 这个流心流心 这个二性等 然后转生色界三 三性的就是 然后转生到这个色界的三性 刚才是烦恼心 现在是三性 转生到这个色界的时候 你的这种这个三性呢 就是三种性获得的 有些的话呢 就是这个 有些的这个心呢 就是四性获得的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其他这个心呢 就是他这里面就是三界的烦恼心讲了 色界的这个三性讲了 然后有些的这个心讲了 那么其他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里面讲了这个五个性吧 就是这个五个性以外的这些性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他就只有这个本身的这个得损以外呢 就是没有这个性的其他的这个欲本身 欲本身的话呢就其他的这些性吧 就是我们这个十二种性当中就是这里面这个三界的烦恼心和色界的三性 然后有些的这个心吧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这些心呢 只有这个本身就是获得就是他获得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得损就是 其他呢就是没有这个前面这个有部众所承认的这些得损呢 就是没有的就是只有这个他的得损 因此他这里面的这个十二种性的这个心得呢就是只有有部众的这个承认就是 然后就是前面我们这个分十二种性呢 还有那个十二种性呢就是就我们就是昨天这个所讲的就是他们复为做等五见缘的这些概念的话呢就是全部是有部众也可以承认 经部众也可以承认 还有呢就是乃至我们这个中观派的话呢就是都可以这个承认的 就是这些心呢就是做三界当中的等五见缘 然后产生多少心呢 这些概念是没有什么不承认的就是确实道理上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这里面就是讲这个心得的这些问题 心得的这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所有所谓的这个得损呢 就是一般来说是有部众的这个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观点 其他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这个蒋洛特文博也讲了就是阿瑟尼什么这个阿大阿瑟尼是不承认的 就是前面也是讲了就是所以一般这个有部众以上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承认 那么他们的这种观点的说法就是下面是怎么样分析的呢 若问先前十二性任何一性是就是先前这个十二性的任何一性的时候呢 有几性是信得的就是有几个性是重新就是得到的 比如说这个十二种性当中是任何一个性呢就是当它出现的时候呢 有没有这个信得的就是当然这个信得这个概念的话呢 我前面讲的一样就是就是这个他们认为这个这种得损就是得损这个引起来的 所以呢这个信得呢一般我们这个心里面想的话呢就是这种信的产生呢 就可能这个不好这个理解的就是有部众以上的这个宗派的话呢 就是这一点就是不是很好理解的 下面就是说三界的烦恼心 烦恼心心中就是三界的这个烦恼心当中就是三界都有 昨天我们十二十星分的时候也是这个三界都有这个烦恼心吧 就是烦恼心是有的就不三心呢就是三界当中是不一定有的 就是只有这个愚界就是才有这个不三心 就是但是这个烦恼心的话呢就是他这里这个有福无极法就是有福无极的心 就是所以这个三界的烦恼心当中愚界的这个烦恼心现前是可有六种心重新获得 两二六种心呢就是从无色界与色界转生到愚界是愚界的二烦恼心和聚生三就是 就是从这个无色界和色界的众生呢他转生到愚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愚界的这个两种烦恼心 也就是说是不三心和有福无极心就是这个心呢就是可以现前的 然后那个居生的三心呢就是也可以现前的就是居生三呢就是他有这种 他意思是那个就当你转生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个心的得损就是得到了 有心得吧就是可以有这三个心的心得就是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呢就是愚界的烦恼心是阿罗汉退世时就是 然后这个愚界的这个阿罗汉呢就是这个阿罗汉呢就是原来是愚界身份的阿罗汉 然后呢就是他就生起烦恼最后这个退世的时候呢 无色界和色界的这个二这个烦恼心也这个现前的就是 就是无色界的这个有福无极心和色界的这个有福无极心呢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可以这个显现的 然后呢原来是他是无学无学的这种这个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心 现在的话呢就是他就变成了有学的这种心 但是这六种心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承认这个同时产生的就是 同时不可能的就是他们又不懂也就是不认为就是 比如说阿罗汉这个退世的时候呢 无色界和色界的这个烦恼心和还有呢就是有学道的这个心呢就是这三个心的心得呢就是可以这个同时产生的 然后那个前面的这个一个设计就是一个众生呢就是转生到欲界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这个欲界的这两种烦恼心和欲界的这个俱生三呢就是同时可以这个得到的 所以呢就是他应该有两种这个情况就是他并不是承认是这个这个 这个一个众生就是退世的时候呢就是所有这个前面的这些呢就全部这个现前就是这是他们也不承认的就是说是他是在这里面用两种情况来这个讲的吧就是 或者是这个退世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三种心的这个心得就是三种心的得损呢就是可以这个出现 这些呢就是主要是我们从这个得损方面理解不上前面那样就是真正用这个一例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不一定这个成立的就是不一定这个成立的就是不一定这个成立的 因为你刚才前面比如说那个那个阿罕拉西产生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俱生生到底是俱生生产生还是阿罕拉西产生呢就这样这个通过通过灯物监院来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还是这个靠不住的就是所以这个地方 跟这个游不宗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不能分开的就是一分开以后的话呢我们一例这个这个成立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恐怕有点点困难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刚才说是三界当中的一界的心产生的时候通过流众心而得到就是这个道理已经讲了 然后这个色戒烦恼心现前是由流众心可以重新获得同样的道理就是色戒的这个烦恼心产生的时候色戒的这个烦恼心这个现前的时候呢也是通过流众心获得的从无色戒转生到色戒是色戒的烦恼心也居生这个善行就是 还有呢就是二华心就是色戒的这个烦恼心和欲戒的这个化心就是两种 还有这个色戒的烦恼心便是阿罗汉就是阿罗汉推斥的时候 无色戒的烦恼心和这个游戒心就是获得的其他呢就是跟那个刚才这个欲戒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也是通过两种情况来讲的 比如说色戒的一个阿罗汉推斥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相续当中就是可以产生了这个无色戒的这个 这个二烦恼的这个心态 无色戒的不是二烦恼吧无色戒的烦恼心就是只有这个烦恼心 然后呢就是游戒道的烦恼心就是游戒道的这个心 这样的话就是六种心可以重新获得 这也是跟前面一样的并不是同时获得的 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那个色戒的烦恼心产生的时候 它会有六种心呢就是可以重新获得的 然后就是无色戒的烦恼产生的时候呢 两种心就是重新获得的 无色戒的烦恼心现前是由二种心重新获得 即无色戒的烦恼心这个现前 这是一个就是阿罗汉就是阿罗汉过为这个退世的时候呢 无色戒的烦恼心亦这个游戒性就是无色戒自己的这种烦恼心吧 就是这个就可以现前原来是无色戒的时候呢 他这个烦恼就断了 然后阿罗汉就是退转的时候呢 他原来的这个无父无疾心呢就是自然这个现前了 还有这个游戒道就是阿罗汉呢就是一般这个退世的道理也是只有这个游伯众认为 进步一僧的话呢就是他也没有这个阿罗汉这个退转的这种这个概念 但是游伯众认为也是他说这个退转的话呢 就像是有个蒙方伦伯奇在《智者如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他们说这样的这个圣者呢就是退转以后呢 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恢复这个原来的这个状态 就是比如说有这个一个很有这个身体很好的这个勇士 勇士的话呢他在路上绊倒的时候呢就是他绊倒的时候 马上就就站起来就是不像我们有些这个脆弱的人一样 就是在泥水里面一搬到以后呢 这个水桶也是种种种种种开始滚下去了 就是然后自己呢我搬到这里了有没有人救我 就是一直这个在路上不会这样的就是勇士的话呢就是他稍微那个就是 就是就是路上这个画了也马上就恢复这个原来的状态 因此他们这个游伯众认为这个退转阿罗汉呢就是是有这种这个现象 但是呢就是退转以后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会这个恢复原来的这个状态 就是因此他在这里退转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无色戒的这个阿罗汉呢就是如果这个退转的话呢 马上这个现象有父有己心呢就是还有这个原来这个游穴道的这个无奈过的这种过呢就是马上这个现象的 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一会儿呢就是又开始这个恢复了就是也有这种情况 这是那个就是三戒当中的烦恼性这个参生的时候呢就是流行流行二行就是得到 就是这是三戒当中的 然后这个色戒当中转生到色戒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三行呢就是三个行就是获得到 转生色戒的三千可有三种性这个获得就是那三种性呢就是即以一参这个位置顶远离对之欲戒的贪云是色戒的三行就是他那个 先前那个色戒的这个三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这个一参的这个位置顶就是一参的这个位置顶呢还不是真正的这个正三就是 依靠这个一参的位置顶的话呢就是也是在整个欲戒当中的所有的这种旧品这个烦恼呢就是可以断除就是旧品这种烦恼呢就是可以断除 然后以世间道呢就是远离这个欲戒的贪云是二化性可以得到的 而这个呢就是不需要就是获得什么那个就是预留果啊就是不需要获得这个圣者的果位就是 有些这个凡夫人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世间道呢就是可以断除 欲戒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烦恼就是像世间的一些大仙人啊就是欲戒的烦恼呢就是可以这个断除的就是他们通过这个修这种餐顶 修这种餐顶虽然没有证悟我但是那个修道里面呢就是分两种就是下面讲就是第六品的时候呢就是修道呢就是有真正的这个修道就像我们这个大乘的这个修道一样就是证悟了这个从预留过以后呢就是继续修道就是有这样的 然后他们呢就是有一个世间的修道 世间的修道的话呢就实际上是他依靠世间的一些学悟呢就是断除这个《欲戒》当中的这个烦恼 断除《欲戒》当中的烦恼就断除《欲戒》当中的烦恼就是保持以后呢还是反而产生的就是 所以说他这里呢就是依靠这个世间道 依靠世间道呢源离《欲戒》的汉语的时候呢就出现就是二种这个化性就是欲藉的这个化性和色界的这个化性就是 所以四界的这种三星现前的时候 有三个星重新获得的 三星获得的 这个原因 然后有些星现前的时候 四星可以信的 那些第一无露时的有些星 原来是加星道 然后有些道获得了 与你见到的时候 第一个世间的无露星 也就是说是无露星 这是一个星 然后以无露道远离 对余界的贪与舍 就是两种化现 这是也是初世间道 一初世间道 断出余界的所有的贪与的时候 就是两种余界和色界的化现 可以现现的 然后以无露道远离 对色界的贪与舍 无色界的三星也可以现现的 无色界的三星 这样的话 一般转生到色界的众生 他可以现现三种星 三种星就是重新获得的 这个有学道 有学道的话应该是分开的 然后有学道通过三种星获得的 四种星获得的 有四种星的星 然后神域的六星 神域的六星 也就是说 欲界 无色界的三星 然后无学星 三界的无浮无极星 现现的时候 除了他们本身以外 没有其他的重新心得 本身重新心得 其他都不产生 除了他自己以外 没有其他的得损 这样讲的 即使论第二分贝更平始终 好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